小红 YO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红 今天呢 我就是要来拍一个感谢片 那就是感谢一些有帮助过我的人 那就是有7位被我进行挑选过后的人 那他们就是帮我很多忙 有一些是想提台啊 有一些就是宣传那些之类的 ok 那么一共有七位被我选中的幸运人选 就是这样而已啦 好 那么第一位的YouTuber 一共有三位YouTuber 第一位呢就是刘家明啦 你们肯定知道这个人的啦 其实真正帮我超多的 从我第一次拍影片的时候 他就一直帮着我 教我如何剪影片 如何把影片拍得更好 那现在呢 我要非常谢谢他 以他的剪片技巧的理由 好 那么 所以还没有订阅他的 去订阅他 目前订阅者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第二位呢就是这个 Chris咯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啦 然后他订阅者呢 一开始是我帮他破100订阅 现在他的订阅者以前是 拿给你们看的齁 我忘记多少了啦 他帮我呢就是会 他的影片呢大多数都是Vlog 或者挑战啦 那他今年是六年级的考生 所以已经考完事了 可能在家跳脚还影片了 然后现在我 还在考试 那第三位呢就是 老臣 这个你们肯定都知道啦 订阅者是超乎我的想象力 而且是超级快的上 订阅者啦 目前的订阅者有800多 订阅他的类型 你们也知道啦 因为我也不会讲他拍什么类型啦 那么我建议你们去看那影片 看影片 不错看 好 那么第四位呢就是这个 诶 那不是Mr.冰脸咧 走开 啊 这个刘德雪 他也是帮 在学校帮我超多的 那他帮我宣传啦 想idea 就这两个 而且他也对我很好 好 如果有谁玩Instagram的话呢 记得去 关注他 好 那么 第五位的就是 就是 这个人 这个人呢 有时候也是蛮 很手嗨一下啦 不知道怎么鬼他 好像没有出错 要这样啦 有时候啦 他也是帮我 不错 他也是有宣传我 和帮我 解决一些困难 那么他也是玩抖音 抖音他没有跟我讲是什么 那么我会给你他的Instagram OK 那你们记得去关注他 OK 就是这样 OK 那么第六位呢 就是这个 富永胜 你们大概 如果你们有看 刘家明 很早已经 影片的话啦 我就先放出 给你们看 这个 一年前的视频 一年前的视频 OK 他目前 也不是那种 很耗玩 他是会读书 所以是蛮耗玩一下啦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这样多 那么 他 没有玩抖音 我知道 因为我有问他 OK 那么第七位呢 就是这位 邓邓 你也知道是谁了 就是 拿这个 这个 那目前的他 只是 两讲 然后 Instagram 他好像没有玩 我也没有问他 嗯 他 帮我 想奇才 当我们三个啦 我 刘家明 跟 刘家明 他会负责 长进 有时候会长进 那么他 在 我跟刘家明的YouTube里面 也是出现最多次的一个 好友 好那么 目前呢 这就是我 最想要感谢的 7位 超级好朋友啦 应该是超级好朋友 还是好朋友 不管他这样多啦 好那么 下一期呢 谁想要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还有 你们要尽量去分享下我的影片 这样我才会发现到 才能 抽你们的 头像 再放在我的频道里面 这样你们 别人才会知道你 好那么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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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